从开题时就在期待写制片致谢 等真正写完论文开始写制片致谢的时候 却愁出于不知该如何落笔 双手敲击键盘 国王二十余再的求学生涯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之中放映 那年九月我第一次踏入演员 那晚我要踏入迎接新生亮起了灯 来到湖边的那一刻我不后悔选择北大 如果没有老师讲台上的讲授令我灵光一线 如果没有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供我查阅 如果没有保安小哥守护校园的平安 如果没有食堂师傅烹饪可可乐饭菜 数年学习和一篇毕业论文是大概率完成不了的 感谢北大给予我宝贵的精神礼物 我还要感谢卫明湖 感谢图书馆的天井 感谢东莞窗外的弹影蓝天 我会记得湖边的小动物 记得三月的辣梅香和满树花 记得鸭子在夕阳下划过湖面时 长长的闪着兴芒的水痕 谢谢这里的一草一木 那样悄无声息地滋养过我 感谢成全一味懒缘口腹之欲的烟南美食 敬蛋塔 敬奶黄酥 敬章鱼小丸子 敬烟南 敬烟园 感谢烟园 给予我跌倒重来的勇气 以及许多道路以外的风景 感恩学院路38号所有美好的相逢 感谢我的导师 是你为我打开了量化金融的大门 用精确的数学来描述复杂的金融市场 原来是如此有趣的一件事 感谢德语 感谢法学 感谢亘古味觉 供我一席荣生的人类文明 有幸能入选分析化学小班 度过了本科期间最充实 而又最学有所得的岁月 感谢中文系对我的教导和培育 感谢考古 让我拥有了很多很棒的朋友 和可以拿来回味一生的田野经历 感谢吴条健在背后支持着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为你们的感激 我无法用言语说尽 感谢外婆 一席记得四年临行前 除了注意安全外 外婆嘱托我上大学 要多去图书馆呆 这四年 我牢记在心 感谢老师 是您带领我扣开科研的门飞 让我逐渐见识到这身门后的无限风景 感谢群友们 我们收藏 分享着彼此的生活碎片 感谢宋舍窗外的银杏术 陪伴我每一个学习 读书 练字的瞬间 感谢一位特别的人 初见炸惊欢 久处人怦然 来日方长 未来请多多指教 感谢实验室中的师兄 让当时初来乍到的我 逐渐融入到课题组大家庭中 感谢我的小猫 虽然你对本篇论文毫无贡献 但是小猫热热的 软软的 而且毛茸茸 再次特别感谢 同学 你的出现 让燕源记忆 变得更加温馨和精彩 感谢在北大的经历 也让我遇到了 同学 感谢我亲爱的室友 离别在即 每每想到宿舍 被搬空的一瞬间 我都会忍不住 鼻头发酸 感谢本文所有的受访者 人与人之间的 征程相待 是如此的温暖 大道之简 行路迢迢 家道光阴 岁月如梭 人生海海 伤伤额疮 愿深能似 月亭亭 千里半军行 红日出生 奇道大光 何出浮流 一泻汪洋 却故所来尽 苍苍横脆微 恭敬在心 不在虚文 我想再感谢一下 这片土地 我无辜四瞭望 穿越的土地 这篇论文是关于这里的 山脉 河流 村落 园门 只需要从这深沉的土地中 潜咬一烧 急腕子便被洗骨 抱到纸上 所以我感谢这无尽的园泉 河流